大家好,我是小茉莉 大水渐渐退去的时候 红金老祖和妻子儿女忙着重整山河 经过洪荒的大地又长出了花草树木 树上结出了果子 他正要动手打开用神土封住的玉金山 此交通大门 乌亭远处有堤夫之声 抬头一看,是一些幽视爱你名的神仙 在那里哭述天地之间人和飞行走兽都没有了 红金老祖劝道 各位神仙莫夫 我有办法让天地之间所有人一百天和飞行走兽 那么红金老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下集我们接着了